这个健康的饮食 一个是丰富的蛋白质摄入 比如鸡蛋 瘦肉 鱼 豆浆 牛奶等等 适当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就是不要过多也不要太少 第三个就是降低糖分和脂肪的摄入 第四个是要经常的吃一些蔬菜 比如每天一斤左右 还有就是水果 要一天至少有一个水果 通过这样多样化的营养丰富的饮食 让我们的肌体常保持在健康状态 所以我们有些女性经常性的减肥控制饮食 这个实际上对卵巢的功能是不一定有利的 可能是有害的 就是说我们不能过度的减肥 这是健康的饮食 第三个就是适时怀孕 我们知道这个女性啊 她的这个卵巢功能 过了35岁以后呢 这个储备功能就会迅速的下降 那么生育能力呢 就会迅速的降低 特别是到了40岁以后呢 她的生育能力 跟这个生育高峰 就是21到28岁之间的女性比较呢 她的降低的程度呢 可以就是说降低了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下降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说呢 女性一定要在失灵的时期怀孕 避免呢 以后年龄大了以后呢 卵巢储备功能的降低 造成不孕的烦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